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Sho Happy 今天有我昆頓 還有Maisy陳美思 Hello 大家好 還是應該叫你孫太好一點 最近大家都有新稱呼給我 習慣了嗎 OK的 很親切 很開心 真是很開心 恭喜你 終於跟老孫拉上天窗 愛情長跑了這麼多年 其實一直已經一起生活 當真是有了名分 住了拆幾個婚之後 其實你覺得婚前為婚後的生活有否不同 婚後除了你確實要跟這個人開始生活 除了為他想外 現在也要開始為他的小動物想 開始會照顧他那三隻貓貓和一隻狗狗 現在開始做了媽媽的身份 突然多了四個嬰兒 會照顧牠們 除了要照顧個大的 除了要照顧牠的小朋友 甚麼時候餵東西吃 貓和狗可以放在一起養嗎 看著牠們 因為狗狗是小隻 所以牠很喜歡跑跑跑跑跑跑 跑去追著貓玩 但貓比較慢熱 有時牠們睡覺 你知貓會睡覺 睡覺時狗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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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現在有首新歌也是關於這件事 這首歌叫做 我會照顧你 我會照顧你 這絕對是跟老孫說的 我會照顧你 其實除了我自己會跟牠說之外 其實這首歌都是說 其實很多時結婚 你會覺得是 一定是個男生去照顧女生 或者很多 無論求婚或者誓詞都好 都會說 男生會跟女生說 我會照顧你一生一世 但其實我們看回 很多時除了男生會照顧女生 其實女生都很擅長去照顧男生 無論是家庭裏面 主內或者主外 無論是事業或者對外 其實女生都很懂得照顧男生 所以我覺得這首歌 除了是我的心聲之外 也可以是一些結婚的女生的心聲 其實很簡單就是在一段關係裡面 特別是一段婚姻關係裡面 已經是一定要互相去照顧 不可以說是靠死一方的 靠死男方不行 靠死女方都不行 所以就告訴大家 其實女生那方面 都是會去照顧男生的 無論是家庭裏面的事 即家事可能 這個一向就是大家的一個 既有觀念 就是家事給了太太去做 但其實你在外在方面 即是在事業方面 你都依然是會幫到她的 你也可以這麼說 因為我覺得大家一起生活 就是大家要互補 互相配合 現在很多男生很喜歡煮飯 Eric也是 所以反而她煮飯 會比我更厲害 所以可能她煮內 可能還會做得好過我 幸好我也學煲湯 幸好我煲湯也有心機過她 所以我覺得 譬如只說吃飯或煮食 大家都已經可以互補了 所以其他事上 我覺得最重要是大家互相配合 把事情做好 或者把所有方向 大家知道怎樣做的時候 一起去進步 一起去成長 這就是所謂的合不合 你就可以把所有東西 現在聽到Macy 唱歌 可能比較年輕的朋友 就知道Macy 應該是拍劇 應該是演員 但是 我們這些 肯定知道 女生宿舍出道 其實 夾了這麼久沒有唱歌 是否真的認真想唱過 是的 因為其實我出道的時候 就是一個組合 沒有自己的單曲 其實一直都很 有一個夢想 覺得如果有一天 有自己的單曲 就好 如果不自己的首位 就更加好 還有今年 我之前幾年 就比較放慢了腳步 今年又覺得我很想專注工作 亦有這樣的機會 去實現我的夢想 所以我覺得都很開心 因為這首歌其實是 Alex Wong幫我監製編曲 林家軒幫我作曲 Wyman幫我填詞 我覺得這個組合 真是 我自己是很感恩 首先你譬如說 曲風 這首歌 那 Melody 很好聽 真的很好聽 然後Alex Wong也幫我這首歌 編度是一個很有節奏感 也很有型格的一首歌 我自己本身都很想展現 不同的一面給觀眾看 不是只想起我 我就會覺得 我一定是很斯文 一定是鋼琴 雖然我彈琴 但是我覺得 我也想給更多不同的一面 大家看 可以活潑一點的 其實我很活潑 然後歌詞 Wyman也寫了很好的詞給我 因為我一向很喜歡 Wyman的詞 變成這首歌 整個組合 都是 我很喜歡的組合 所以我很開心 很感人 可以做得到 所以希望 我這首歌之外 接下來我會繼續 繼續有多些作品 可以給大家看 你一向重心 我幫你小心 你不卻是一個人 你不再擔心 凡是平均分 天塌下 都有意義 今次這首歌 除了屬於你的禮物之外 亦是 你真的想做歌手的頭炮 告訴大家 有這個黃金組合 幫你做這首歌 當然很開心 很興奮 接下來 其實你依然想 在音樂上有更多的發展 其實你有沒有想過 為何要在現在這一刻 想做這件事 其實沒有特別去想 我之前幾年約滿了 覺得又可以休息一下 趁機 放慢了腳步 但今年我又覺得 又很想專注工作 又剛好有這樣的機會 又剛好舉行我的婚禮 所以我覺得好像 剛好時間 其實我不是特別的計劃 但時間剛好又配合到 一定要把握機會去做 你說很想在音樂上發展 一直都很想有自己的單曲 回到當年 女生宿舍去拆貨解散之後 其實其餘兩位成員 即Toby和Elise 都有自己去做個人的 solo發展 為何在那個時期 你不跟著樂多去做歌 其實我也有幾首自己的單曲 那時候 可能是兒歌 或者是福音歌 教會歌 教會歌 跟金培大培合作 然後就算我進去CVB 我也有唱另一些兒歌 也沒有特別去放棄 還是不做 只不過我覺得有時候 就是剛才提到的時機 剛好我又簽了一間新公司 就是CVB 那邊除了唱歌之外 就會多了去拍戲 拍戲也是我其中一個 很大的興趣 所以我覺得是順著去 沒有特別去放棄還是不放棄 其實一直都是我喜歡的事情 除了唱歌之外 其實拍戲也是真心喜歡的 那時候就遇到一個機會 就是TVB簽了 我可以去拍劇了 就事多樣發展 但就沒有說真的要扔下唱歌 不唱的 只是那時候就沒有去再爭取過 用一個歌手身份去見人 對 沒有特別去 因為我是一個比較 go with the flow的人 就是我覺得 你順著去走的時候 是條路是怎樣 我就跟著去 那我就努力去做我每一個工作 那你又說了上幾年 就是開始和TVB冒約了 那就想休息一下 但是這兩年裏 可能你都說比較沉直一點 有沒有一些引起呢 就是會突然覺得 拍戲的時候好像有些蟲咬 可能在幕前有一個沉直 但是私底下 我覺得我很充實 我的生活 就是我做了很多 我平時忙著拍戲做不到的事情 譬如多了去旅行 多了去看書 多了去生活 一些生活 平時可能忙的時候 你做不到的事情 聽歌 看電影 真的去逛逛街 甚至我會特意去搭巴士 那這些可能你很忙的時候 你沒有這樣的時間 空間去做 但是我又覺得這幾年 就做多了一些我平時做不到的事情 就是之前忙了很多年了 就拿回兩三年時間給自己 找回生活回來 又不同方面去充實一下自己 那麼在這兩三年你休息當中 你就去找回一些 以前沒有什麼機會去做的事情 找回一些興趣回來 到現在了 你又再出來 要開始一個新的章子去充的時候 你再看一會 在這兩三年時間 其實你有沒有吸收到一些 什麼新的東西回來 有很多的 有很多的 人會成熟了 還有有時候人不斷去充的時候 你沒有一個空間停下來 讓自己沉澱 又會不同 但是這幾年有一個空間 讓自己去看多些東西 讓一個空間自己去沉澱 還有我們都譬如 這幾年也都 有試幫Eric的事情 他都學多了一些 關於可能做衣服 或者是他 他做歌的時候 然後我會多了時間 可以去陪他去做歌 他去拍戲的時候 我也有時候會去陪他拍戲 這些其實都是我一個 吸收和學習的機會 除了陪他在他身邊 照顧他之外 其實是從中可以吸收一些東西回來 是的 很發覺我什麼都學 講到Eric 其實現在你和他同一間唱片公司 會不會你打算 可以有些夫妻當美的工作 是否抗拒 我不會抗拒 我覺得看有沒有適合的工作 一起做 還有等公司安排 我覺得自然到那一刻 是對的時候 大家就會陷撞 但Eric都可以嗎 應該可以的 現在就聽到新歌 接下來都是說 今年下半年應該會繼續做歌 除了音樂以外 還有沒有其他發展 在幕前可以讓大家知道 我希望多方面去發展 但我覺得每走一步 我就會去做好那件事 我又不是一個特別 我必須一個月之後 我要做到那件事 我又覺得很多時候 未必是你去計劃 我覺得我會等公司安排 或者是等上天安排 是 都是那句go with the flow 測到你的時候 你就知道你的路應該怎麼走 現在又做好眼前的事 現在就是宣傳好這首歌 沒錯 有機會再跟你聊天了 好 謝謝Macy 謝謝 謝謝